今天时尚抢宴单元 我们访问到的是 101顶先餐厅的副董事长 李月东 李副董事长 东哥您好 东哥我们现在满满的一桌的佳肴 我们听说好几样都是你们的招牌特色菜 今天特地的介绍其实到我们的招牌菜 是谢谢 让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 这道呢听说是叫做海胆龙胆 对为什么叫海胆龙胆 因为它龙胆还有海胆两样都是胆 然后做起来一道 这两样都是很贵很珍贵的食材 没有错 很顶级的食材 OK那这道料理其实是你们的创意菜 对是创意菜 它难得是把那个龙胆跟海胆把它结合 它两个都是把它结合成 用特殊的一个碰巧方式 就把它做成一个很爽口的一个味道 这是什么 这是龙胆 OK 所以基本上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食材 结合起来 然后就加上这样的一个汤汁 感觉起来非常的温润又很juicy 没有错 非常好吃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道 这一道 这看起来好像有滩云架物的感觉 这一道就叫做那个樱桃木烟熏鲍鱼 那我现在可以把它打开 樱桃木烟熏鲍鱼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它烟熏在里面 哇当场还在烟熏当中 对对对对 那特别那个包里面的那个 它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那个樱桃木的味道 OK 真的是烟熏的味道 那现在这个呢 这边就是由那个干杯 还有黄瓜 还有一些海鲜 然后做那个蛋白下去 做一个小菜搭配这个鲍鱼 所以这是烟熏这是蛋白 对对对 就是海鲜的那个小菜 是 OK所以我觉得像外国人啊 或是很多中国大陆Nikki的好朋友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道菜摆盘又漂亮 而且非常的 蛮特别的 食材很特别 对对对 又很新鲜 很特殊 很特殊 对 好想大快多 但是呢 我们要先来介绍我们的菜 这道呢 这道我吃过 对 Fair 你懂这道是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说 这好像我们小时候那个 weather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ион 这是泰国的香蜜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从龙虾要熬 整只龙虾熬制的汤熬制六小时 然后加上龙虾肉跟海鲜 таких 龍蝦湯 龍蝦肉熬煮六小時 對 加上我們就是泰國米香醬加上去的一個 所以一個特殊的一個泡飯 我們要吃的時候是倒下去 我來當場實驗一下 就是這樣子的 倒下去 哇 這個不但是香好吃 還可以吃飽了 很香脆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蝦子湯頭的鮮甜味道是百分之百 很特別的一個味道 我覺得好像任何地方都沒有 是你們獨一無二的 對 我們是獨一無二的 那這套甜點呢 甜點就是再來介紹這套 也是獨一無二對不對 對 沒有錯都是我們獨一無二的 對 沒有錯都是我們獨一無二的 這個叫做冰淇淋燕窩 冰淇淋燕窩 一般以前在做這個冰淇淋不是用燉的 不然就是吃冰糖的 那這個燕窩就是從我們請了日本的那個 叫做法國在日本京都很有名叫米春 米春那個大師 他去到我們到日本 那我們提供了燕窩 這整碗都是滿滿的燕窩 對 請他去幫我們想一個什麼 叫跳透出來的一個燕窩的料理 結果他是把我們送給他的烏龍茶 所以裡面剛才唐江的焦糖是用烏龍茶去熬製的 然後加上裡面有蜜蘋果還有麻糬 還有冰淇淋還有滿滿的燕窩 它層次感不一樣 吃起來很特別 所以這個是有烏龍茶 對還有茶凍 還有茶凍 還有茶凍 很特別燕窩 很大手鼓喔 那麼多燕窩 很好吃 還有冰淇淋 吃過覺得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跳透以前傳統那種 做燕窩的一種層次 不一樣的方式呈現 而且我發現還有茶凍 對就是把烏龍茶 這非常能代表台灣 對對對 是用台灣的 道地的食材加入燕窩 然後把它做出一道很特別的燕窩的一個甜點料理 那像李董 你們的很多海鮮都非常的新鮮 因為我們有看到有很多的水煮箱 對不對 都是現撈現做 那這是你們的非常重要的特色 我們101最特別的是 就是除了我們是一個巴洛克的一個整場 都是一種宮廷的裝潢水晶燈 那我們有挑高的那個小吃的大廳 那加上我們的器具 那加上我們是非常特別 全世界獨有就是可以在這麼高的地方 還可以把所有高級的海鮮 是養在這個水土巷裡面 分成去做 其實這也是學會的 各種各級海鮮高級料理都有 然後這是現點 現撈現做 所以我們在賣 頂先在賣鮮 就是新鮮的鮮 鮮甜的鮮甜 烏魚子也好好吃 對 我們烏魚子都是從我們南部 台南我們在地的故鄉 自己都是自己殺自己 拿到台北來這邊來放手 是第一手最新鮮的味道 真的 在這麼浪漫的巴洛克華麗風情當中 吃著我們道地的台灣台菜的餅鮮料理 沒有錯 真的是人生一大幸福享受的 OK 今天非常謝謝李董事長 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謝謝